阿寶離台灣近一點 離台灣近 對對對 我就在台灣上面了 就是我認識下一階段 我做了一個新節目 沒想到喔 等了這麼多年 還是為了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每次都問一下嘛 搞不好這次就中了呢 搞不好這次就說 欸其實我已經 還沒有 因為我希望明天還是寫 我們回家吧這樣子 你說蠻懂事 懂吃 對啊 我比較懂啊 你幹嘛誇獎他 我比較懂欸 我是主角欸 我們都蠻愛 蠻尬的 我們都蠻愛吃的 請問你下一題要問什麼 沒有沒有 因為通常 通常都是你知道 有一題就 不知道為什麼出了這 通常都是為了下一題 你知道我們 我們就雖然 因為錄節目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看 我們也是希望大家都喜歡 所以既然我們 如果我們要選男神的話 也是希望大家 聽到名字會有一種 喔對他也是某種男神喔 對 但他不是 所以我沒辦法 然後再來 因為那個 身分證欄旁邊還沒有名字 所以 還不能錄夫妻的結婚 喔 喔 那什麼時候會讓他 很會接話嘛 很會接話嘛 大家都是 啊你們是 像貪屎神一樣 有時間表嗎 沒有欸 有討論過 但還沒有定處 就是討論 有討論過 但就是覺得 先去買個衛生紙好了 那種感覺 買個衛生紙什麼 以前真的不大家都要買衛生紙 喔 去排口罩好了 那討論到後來 為什麼變成到衛生紙 因為我們也會討論 我們到底需不需要家裡 要不要買衛生紙 好喔 對 就是那時候大家都在買衛生紙 所以我們也會討論 家裡要不要買衛生紙 但後來因為我們算過 比方說我們一天 到底需要用幾格衛生紙 或幾抽衛生紙 就發現 好像也不擠 所以我們就沒去買 現在農民利啊 蛤? 你們家沒有農民利耶 現在都上網看了 對 還沒有到這一步 還沒有到這一步 所以這樣表示是 有跨一大步嗎 還是以前有討論過 我們都原地踏步啊 對 都停留在討論階段